你 这样对不对 周春宝不是一个机器人 哈哈 只要端了一盆水 辛苦了辛苦了 稍等我记一下 哦真好 欢迎深深 来 欢迎深深入雪 欢迎欢迎 好合适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之前小编认为第四期奔跑吧 特别既收拾还能继续上涨 实现三连涨 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未能如愿 而其中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没有考虑世界杯 直到奔跑吧特别纪第四期播出 才发现21点有世界杯的比赛 刚好跟奔跑吧特别纪同时段 第二点 奔跑吧特别纪播出当天好多大瓜 很多人吃瓜吃的不亦乐乎 有可能耽误了看节目 第三点 奔跑吧特别纪第四期没有蔡徐坤 哪些因为蔡徐坤才看节目的观众或许不会再看节目 所以导致第四期收拾有所下降 但下降幅度非常有限 第三期是0.5487 第四期是0.5314 面对世界杯 面对各种大瓜 面对少了蔡徐坤的情况 奔跑吧特别纪收拾还能破0.5 已经很让人惊喜 但在惊喜之后 则是担心 因为奔跑吧特别纪的考验才刚开始 这个考验跟世界杯无关 因为从29号开始 20点到22点之间没有世界杯的比赛 所以奔跑吧特别纪从第五期开始都不会面对世界杯的挑战 但从第五期开始 奔跑吧特别纪的常驻嘉宾将只有5位 除了蔡徐坤退出之外 周深也会退出 常驻嘉宾将只剩下里程 杨颖 郑凯 沙蚁 白露 蔡徐坤 周深都是热度很高的艺人 喜欢他们的人非常多 节目的很多热搜都跟他们有关 除此之外 因为两人都是常驻嘉宾 跟其他常驻嘉宾已经非常熟悉 默契程度非常高 互动放得开 游戏也玩得好 尤其是周深 白露 作为第十级奔跑吧新进的常驻嘉宾 感觉两人的关系特别好 在节目中互动非常频繁 有更有趣搞笑 少了蔡徐坤 周深 感觉少了一些东西 似乎奔跑吧特别记都不太完整了 尤其是对那些因为蔡徐坤周深才看节目的观众来说 少了他们也就少了收看的理由 或许会选择离开 所以奔跑吧特别记面临的考验是如何留住观众 面对这个考验 节目组邀请了更多飞行嘉宾来弥补常驻嘉宾变赏 第五期的飞行嘉宾多达四位 分别是魏大勋 武艺 李怡童 刘仙宁 但因为是飞行嘉宾 除非是跟其他常驻嘉宾都很熟悉 还经常参加综艺 否则很难达到常驻嘉宾之间的效果 而在四位飞行嘉宾中 满足条件的只有魏大勋 所以 节目组要想办法让飞行嘉宾起到蔡徐坤 周深的作用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节目效果 才能留住喜欢节目的观众 所以 很好奇第五期的效果会如何 能否有前面四期的效果好 更好奇第五期的收视如何 能否超越第四期 最后 少了蔡徐坤 周深的奔跑吧特别记你还会继续看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